大家好 我是日本的煌雷拳 今天我們來更新一下Shuffle 4K的韌題 聽說這更新之後能改善螢幕閃爍的問題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大家好 那我們就直接進到電腦上操作吧 好 接下來我就用螢幕錄製的方式給大家看怎麼更新軟體 上網進入載點之後下載了兩個壓縮檔 那都把這兩個壓縮檔解壓縮出來 那第一個你可以看到這邊是一個是 Format跟弗洛生的燒入軟體 就是格式化的軟體跟燒入的軟體 那兩個壓縮檔解壓縮出來之後 我可以看到在這邊有兩個 那第一個步驟呢 首先我們將格式化的檔案 Format的這個開啟 然後SD卡就開始進行格式化 那當然它會跳出一些可能更新的畫面 所以我們就先暫時掠過 那這邊就選擇了我們的 機卡的那個1槽 進行開始格式化 好完之後呢 這邊就 有一些資訊就要確定 那這時候我們的機卡就被我們格式化完成 然後再將第二個載好的壓縮檔 裡面有個IMG的印象檔 壓縮出來到桌面 我們壓縮完之後就可以看到一個 Shuffle 4K的IMG印象檔 當然在這邊也要對應您的機器型號去下載 向對應的IMG印象檔 才能夠啟動你的機器 然後這時候我們打開 剛剛第一個壓縮檔案出來的這個程式 這個摩羅森的IMG的燒入程式 就在Next 下一步 好 這裡按Finish完成 之後它會開啟一個燒入的工具 印象檔工具 好 確定我們那個記憶卡 SD卡是移槽 當然每個人的電腦它可能顯示不一樣 但是最終就是要確認這個草聖耳機 SD卡 然後選擇我剛剛壓縮動出來的印象檔 來桌面 這裡有個Shuffle 4K 然後這邊是191125 可能是他們技術室這邊的時間 我就來開啟 然後選擇好了這個資料 在IMG檔案之後呢 就按寫入資料到裝置中 來繼續 就是那時候我們就燒入到我們的SD卡去 然後這邊就等待一下 這樣就完成了燒入 好 目前都成功的連上網路了 然後LED的測試也暫時沒有什麼問題 也沒有像剛剛那樣的閃數狀況 目前都 更新完畢 好 更新完版本之後 我們進到電腦上 我們來連線印表機 那一樣輸入我們的IP 那在剛才的時候 我們已經把網路成功的連上了 然後可以看到 版本不太一樣 好像是S4K2.1的版本 然後在選單介面這裡可以看到 好像多了一個語言的選項 我們來看看 因為前一個版本好像沒有語言的選項 喔唷 這是有繁體中文分新出來了 我們做個切換 喔 不錯喔 好 這次軟體方面刷新之後 我們在連線上面多了中文的選項 那對於我們之後的操作會比較便利一點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更新 謝謝大家的收看